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你是不是真的无念了 不是,你还有念 因为你觉得你现在无念 你还分别无念 你还执着无念 你还有一念 有一个无念 那还不行 无念这个念头也没有 那才叫真无念 无念呢 诸位要知道 这个意思的确很难体会 是无妄念 不是没有正念 我们现在的凡夫 叫颠倒 哪个地方颠倒了呢 我们现在有妄念 无正念 这叫颠倒了 祝佛菩萨 有正念 无妄念 那我们要问 什么叫正念 什么叫妄念 比如刚才 我们说的这个佛 佛在无量寸经 教给我们的三佛 在无量寿经教给我们三佛 孝阳父母 奉死死长 雄心不杀 雄心不杀 修士善业 一直到 劝尽行者 这个十一句 这是正念 佛在此地 尽别念 没有执着念 不是你 孝阳父母 封死死长 这个念 利益众生 这个念 都没有了 那还得了吗 那就变成 磨了的不是佛了 那还有什么慈悲 正念跟妄念 要清楚 佛纵然是大慈大悲 孝亲尊师 利益一切众生 天天在做 从来没有放松过 认真努力的做 但是心里面 干干净净 决定没有 一丝毫的分别执着 那个念就叫正念 如果做这些事情 有分别有执着 不叫正念 正是没错 跟佛佛在讲的没错 他里头掺杂着望 掺杂着望 分别执着是望 那就不叫纯真 是世间的一个好人 世间的好人 不能出世间 因为有分别有执着 尚未能出世间 他是三界六道里面的好人 好死 不能出三界 他里头带着望 带着望就不能叫真 佛法里头 佛法里头常有比喻 比喻 比喻蹄虎 古时代 这个世平里面最好的是蹄虎 蹄虎是奶制平里面的精炼 提炼出来的 奶平里面的 我们在佛经里头 常常用这个来做比喻 比喻最好的提火 那么佛在经上常讲 有奶 奶经过提炼 提炼就是烙 烙再提炼就变成酥 酥里头 生酥 酥酥 然后再提炼就是提火 提火是奶平里面的 最好的饰品 佛常常用这个来做比喻 提火里面要掺杂一点毒药 整个提火都变成毒药 一丝毫都掺杂不得了 佛法里面掺杂一点 分别执着在里面 所有的佛法都变成世界法了 那就是说 哪一法是佛法 一法都不是 因为你里面掺杂着毒 毒的东西 分别执着掺杂 就毒不是 如果我们心地清净 一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 给毒说 所有一切世间法都是佛法 哪一法不是佛法呢 这你就懂得佛法跟释法的差别 在哪里 一个有执着 一个没有执着 在金刚经上 完全形露出来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穿衣是佛法 吃饭是佛法 走路是佛法 没有一样不是佛法 哪一法不是佛法 为什么是佛法呢 释迦牟尼佛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法法解释 我们有分别有执着 今天在这里念的金刚般若波罗米经 不是佛法 是间法 诸位要懂得这个真正的道理 释法佛法不是在外头分的 在念头里头分的 转凡夫观念重要 这一转 那就是佛菩萨的观念了 也就是转一切法 成佛法了 这个不可思议 在一念之间 看我们能不能转得过来 所以这无念的分别都没有 这个制度都没有 如果自己 就定 定功其身 所有一切妄念都没有了 他很欢喜 一个妄念都没有了 其实他还有一个妄念 我一个妄念都没有了 我什么都不想了 他也了不起啊 他升天呢 升到四禅 叫五想天 他执着五想 分别五想 执着五想 他到五想天去了 还在六大轮回 还出不了三界 那个威胁的念头 威胁的分别执着 都要不得 还是有念 并五念之念 一无 这才成功 你的心才真干净 那个时候 你的清净心现起 清净心的智慧现起 才照进一切法 那个心经上讲的 照进五云解空 照进五云是四 解空是离 是体 对于一切法的 像体 像作用 没有一样不清楚 没有一样不明白 什么能力呢 分别执着通通 没有了 可见呢 这个能力 不是从外面来的 不是修得的 是我们